youtuber流氓先前卷入人品争议 曾合作的摄影师以及多位厂商都爆料称 他的工作态度不佳 人设因此大翻车 心向野兽重创 事隔两个月后 他才透过影片针对争议做出回应 除了承认个人心态有问题之外 也向合作商和伙伴们致歉 但是没想到才过了一周 流氓就再度更新频道 为知名品牌业配 宣传即将上映的新电影 还向母亲隔空喊话表示 自己身在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 现情看似已经恢复 该举动再对你来批评 网友们对他所谓的重新出发 感到十分不满 认为他拍片公开道歉 不过是为了继续和品牌合作 才不得以低头 直呼对他谨慎的好感已经全数败光了 嘲讽他的脸皮真的很扣 看了让人想吐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